OK,我们继续继续讲啊 昨天呢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昨天这个图啊,大家应该都做通了吧 静态,标加p,或spf 在一个拓铺当中,三个site之间去运行PLS vp 三个site的pe和ce之间运行不同的路由协议,对吧 具体要演示最终的一些这个不同路由协议的一个配法 主要的配置都存在在pe上,pe上,pe上,对吧 这个最终结果应该是每个site都应该收到对端的ce上的黄尾口的路由 当然出了20,因为20是8个0丢出去的 OK,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问题呢 今天我们要重点讨论三个协议,上午啊,上午重点讨论三个协议 也就是,这三个协议都是在pe和ce之间的,对吧 而第一个协议是ospo,ospo我们昨天只是去了解了它的配方 它里头还有一些很细的东西,我们今天要把它理一遍 第二个协议是1加p,第三个协议是bgp bgp是在这里完全没有演示的 bgp需要在那边重新去,怎么样在pe和ce之间去跑bgp 这也是我们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好,我们先讲ospo 看啊,关于ospo 它有什么好讲的呢,说实话 重点就是在讲这张图的这个地方 一旦情况,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在做这个图的配置的时候 我们pe上是不是需要把内部的ospo重复进bgp 也要把bgp重复进ospo吧 这个点也是的,如果是有双两个pe在同一个set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子啊,ospo要重复进bgp,bgp也要重复进ospo吧 对不对,ok这个架构就是在我们在讲路由重复部的时候典型的双点双向吧 减形的一个双点双向重复部,明白我意思吗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当时在考虑双点双向重复部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环络吧 是对是吧 对不对,我们当时在讨论双点双向重复部的时候 两个协议之间互相双点双向啊 单点双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单点,对吧 你重复部进来,你重复部进去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 双点双向会存在路由环络 明白我意思吗 对不对,ok 就相当于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路由被重复部进来了之后 又从这边重复部回去了 对是吧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路由环路的避免 控制成路由环路的避免 那我们就要去讨论 yspo是怎么做 像这种双点的情况 总部双点p,双pe的情况 怎么样 如果运行yspo怎么样是来防环的 运行ei加p是怎么样来防环的 明白我意思吗 运行bgp是怎么样防环的 我先讨论yspo 首先 yspo的防环机制 它应该分为两种 一种叫域间防环 一种叫域内防环 我们先看这个啊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如果因为yspo跟其他协议是不一样的 它是有一个区域的概念吧 对不对 它在做设计的时候 它是一个分层次的设计模型 也就是所有的区域都必须挂在区域零上设计吧 对不对 那我中间穿越一个NPL4的话 那我到底是区域一这边区域二 能不能通呢 我刚才我们的配置当中啊 我们现在刚才昨天的配置 其实只涉及到一个yspo区域 其他的没有yspo区吧 只有总部用的yspo区吧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如果我再去这么设计 如果我把这个区域也运行yspo 这个区域也运行yspo 它在区域一 它在区域二 这个在区域三 那他们之间的路由能够互传吗 因为ospo的设计模型 所有的区域都必须挂在区域零上才能够船吧 所以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在讨论spf 还要去讨论 如果分支和总部 或者其他site 也有运行yspo区 而且不是在不是跟我一个区域 那这样的情况能行不行 mp24vp能不能帮到船 结果是可以的 因为mp24vp 整个mp24vp 它算是一个超级的骨干区域零 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超级骨干区域零 能理解吗 对 如果把它理解超级骨干区域零 那下面挂的区一区二区三 这就应该能理解为什么能通了吧 这还是从大的架固来看 还是所有的区域都挂在区域零上了 听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说一定要记清楚 mp24vp架固当中 如果运行yspo区 mp24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超级的骨干区域零 超级骨干区域零 听懂了吧 超级骨干区域零 我们看这个图 对吧 如果中间 这明显是一个这个mp24v吧 对 它可以理解为超级骨干区域零 下面如果说我这个赛特平行区一 这个赛特平行区二 这个赛特平行区三 这应该完全没有问题了吧 对不对 对吧 听懂这句话 这是pe啊 对不对 ok 好 再看 好 那这样可不可以 看啊 这个是pe 这个是pe 对吧 好 这个pe上挂了个区域零 这个pe上挂了个区域二 区域零 区域零后面又挂了个区域三 可以吗 看一下行不行 他的ospe 区域的设计原则肯定是不变的 所有区域都应该挂在区域零上吧 明白我意思吗 ok 那这中间也是区域零吧 对不对 那现在区域零有多大呢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吧 这一整个都是区域零啊 这个区域零是没有被分割的吧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被分割的区域零也被称之为是不完全的或者不规则的区域吧 这个现在是没有被分割的吧 可以把区域零看的这么大 那我把区域二和区域三都挂在区域零上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吧 对 完全没有问题 这样设计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听懂了吗 所以说不管mpl4有没有 我们在做设计ospef的时候 它的原则是没有变的 但是你要去你要分清楚 什么是没有被分割的区域零 什么是被分割的区域零 mpl4的骨骸区域叫做超级区域零 他就可以理解为是区域零 听懂我意思吗 我们还是看后面啊 看这里 看这个图 我这个 这个是我的超级区域零 这个明显是我的mpl4吧 mpl4域 下面挂了区域一和区域二 对不对 那区域一里面的路由 在他本区域是以ospef LSA type类型指押 LSA type类型一吧 因为在本区域里面是以一 一类的LSA在传吧 OK 一类的LSA在传 接下来 他要把这个路由传递到我的区域二 通过mpl4域传到我的区域二 通过我的mpl4域传递到我的区域二当中 那他在传递通过mpl4域传递过来的时候是有几类的 五类的LSA 为什么呢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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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重工部 从bgp 重工部 所以他在这个区域理解为是五类的LSA 没有问题吧 对 不要以为说 这个mpl4域它也理解为是超级骨干区域零 这个区域一传给区域二就是三类的LSA 不是吧 我们正常在两个区域挂在区域零上 收到的这个区域收到这个区域的路由应该是以三类呈现的吧 对不对 并不是五类的五类是域外的吧 ok 那在mpl4当中 因为他所有的路由通过bgp传过来都发生了重工部吧 所以 区一到区二有三类的 哎 这边是什么呢 那有一类的 有一类的LC 由一类的LC到这里应该变成三 哎三类的LC 我想讲啊 好三类的 但是也错了 我们来做个示范啊 我们来做个示范 演示一下 刚刚我看错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还是昨天这个图 我们下面总部一二一二四九啊 一二四九是运行的OSPF 买 买拼入OSPF 对吧 我们运行的OSPF 我们现在 这些OSPF路由 为什么七七七七七没有过来 R1上应该这么看 QIP被RF是吧 我们应该去R2上看 不要在R1上看 QIP root OSPF 现在我R7和R6之间运行的是RJP 所以他进来的是五类的LC 对 这应该是我们后面那张PPT 应该是这张PPT 应该是这张PPT 看到吧 好 先来看一下 先做一下 我们把六和七之间的RJP 换成OSPF 去一个区域 挂在这个区域上 对不对 好 我们来做一下 把这两个区域改一下啊 我们先来做R6 做R7吧 R7简单一点 R7上直接去把RJP弄掉就行了 我RJP应该是98 对 好了 R6上也来把它弄掉 看一下啊 R6上我把RJP91直接弄掉就行了 好 开始运行OSPF 还记得怎么OSPF怎么创造的呢 OSPFR7就非常简单了 OSPF1 ине dois 准�데 转告 77.1.1.1.0 这个这个转了 0.0.0.0 0.0 param 新银到在区域2 用多支这边的区域2 或白 r8 r10那边是区域1 可以区域2 R6上 我要去运行 OSPF 我 будут一 好,这里去Network Network什么 67.1.0.0.0.255 宣告在区域2 等他邻居起来 再经历吧 稍微等一会 好了吧 ok 修IP-ROOT-VIF-VPN-A 是不是有了OSPF77是通过OSPF学过来的 ok 那我们继续 因为现在换了OSPF 通风步什么的要重新去做吧 对 要重新做吧 怎么做呢 我要进到ROOT-VGP-200 下面去address-family-IPV4-VIF 叫VPIN-A是吧 去通风步OSPF2吧 VIF-VPIN-A 看到吧 同样的我还要进到ROOT-OSPF2-VIF-VPIN-A里面去 通风步BGP-200加个subnet 看到吧 ok 那我这边就做完了 这边做完之后我们把R10和R8上也来做一下 R10上本来是有八个零的默认 我要把它弄掉 就给108.1.1.1.8是吧 把它先弄掉 OK 弄掉之后就可以去运行OSPF1 哪些多个零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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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spf2 vrf vp-a 是吧 好 我们来说 这个在区域1 看到了呀 区域1吧 好继续 宣告已完成之后 就等他邻居起来 好 收到了吧 110的路由吧 好 从封部还是要做 去root ospf2 vrf 下面 叫 vpn-a 下面去 从封部 btp200 subnet 再去 root btp200 上面 ipv4 vrf vpn-a 下面去 从封部 ospf2 vrf vpn-a 对吧 ok 两个都从封部了吧 好 都从封部完成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 我们在r10上去看r7的防徽口 是以几类的r3呈现的 show ip root ospf 几类 三类吧 不光是r7 包括r9这边所有的路由 都能传到r10上来了 因为现在这边在区域0 总部在区域0 这边在区域1 这边在区域2 也就是全部运行的 ospf 能理解吗 对 好 当全部运行 ospf的时候 呃 全部运行 ospf的时候 那它整个设计 还是跟我们 ospf 架构是一样的 就当所有的区域 挂在区域0上 也是以三类的r3呈现的 刚才我看错了 更正一下啊 能理解吧 ok 这边啊 我本区域是一类r3呈现 没有问题 穿越骨干区域 也就是区域0 那到另外一个区域的时候 它是以三类的r3呈现 那什么情况 以5类的r3呈现 本来就在这个区域里面 就是以5类的r3呈现的 然后再通过mprs骨干区域 传到过去 它还是以5类显示呈现的 听懂我意思吧 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个怎么做 我要在 我的这个 总部这边 要有一个5类的lspf 5类的r3 出现 怎么来做呢 我可以 这个我是突览宣告的 是吧 重复部吧 我应该在这个区域 重复部一下 一个外部的路由进来 就不是有5类显示呈现的吗 对 所以说我把这个 突览宣告去掉 我重新宣告 软件 yt 수가 我 一点各位 这个不便 1.25.25.25.0 看到了吗 建议glueback100啊 100还是不用这个地址吧 这个地址换一个 ip address用122.1.1.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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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吧 这个地址重逢步进OSPF 怎么重逢步啊 这个地址对于2来讲是直连对不对 我做一个router map 直连匹配我的interface lookback100 可以吧 没错吧 然后再routeOSPF1 去重逢步 重逢步直连 不是所有直连 我刚才写的这个router map 看到了吗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在r9上 就应该能看到 kyp.ru 调法系片后 是不是有一个12的路由是以5类的LCI呈现的 那这个5类的LCI 是不是也通过NBRZ 我把这些卫兵传到我的r10上也是以5类的形式成功 在哪里 r7上 r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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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没有12了,诶,12了,12为什么不放进vpn去 看啊,CYPBGP,看这个R4上的CYPROOT,VIF,AQ-A,122是有的,能够传过来 然后,它应该被重复播进bgp,但是,重复播spf2,它就是没有重复 是吧 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好问题 看pbg 看下啊 他说,如果是以5类的形式传过来的,在本地是以5类,那通过NPO4的时候传过去,它应该也是以5类的形式 如果是,如果是其他的路由协议,对吧,要传到我的7月2的时候,这肯定是5类,因为我们昨天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吧 对,其他的路由协议传过来的,传过进入spf,它肯定也是5类,对吧,我们先把这个看完,一会再去理解这个,这个为什么现在传不到,OK 所以,几种情况啊,如果是1类的,进来就3类,如果是都是spf,一个是区一,一个是区二,如果是1类,进来就3类,第二个,如果是5类的,进来的还是5类 如果是其他路由协议的,进来的就是5类,没关系,三种情况,对吧 那我们来讨论这个路由环路的问题,环路的话,在ospf当中,它分为两种防环的机制,但是这两种防环机制都是它自己去做的,一个叫downbeat,一个叫稍微记一下就行了,这个东西不需要太掌握,因为它自动去做的,自动完成的,tagit,一个叫tagit,一个叫downbeat,我们看downbeat是在做什么样的方法 比如说,我在区一当中有一个路由可以传到这个pe上,这个pe从封部可以进bgp的通道,bgp会传给我的这个pe,对吧 我这边是有两个pe的情况啊,一般考虑环路都是通过,都是考虑两个pe的情况,对不对 然后呢,再从这个pe从封部进我区二,明白我意思吧 然后区二可以传给这个路由,可以传给这个路由,可以传给这个路由,可以传给这个路由 然后再从另外一个pe,会不会又重逢,又重逢,重逢不进了bgp呢 有可能的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downbeat这个位,就是用来去解决我的这个,呃,可以理解为是预间 预间,可以这个区域和这个区域之间嘛,中间是一个区域嘛,这叫预间嘛 预间的路由在穿越到我的总部,总部有两个pe的情况 它只能从一个pe重逢不进来,另外一个pe是不会再把这个路由重逢不出去的 这样是不是就做到了,这个路由不会再回贯到我的这个呃,bgp通道 也就是说不会再回传回来,同样一条路由,如果通过这个路由重逢不进去,又从这个路由重逢不出来 它是不是又回传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它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downbeat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对吧,ok 第二个叫tag,就是tag tag,是什么意思呢,tag所解决的就是外部的路由 我刚解决的是,刚刚给大家解释的是,内部吧,也是算of refused 域里面的路由吧,现在如果是外部的路由,进来了,外部的路由进到我的 这个OSPF独卖1也就是区域1吧 OK那进到区域1之后 当非OSPF路由从MPBGP重复目击OSP的时候 PE路由器会用BGP的AS号设置成Tucket位 PE路由器将不会再把打Tucket重复不回去 这两句话理解一下 非OSPF区域从MPBGP重复目击OSPF的时候 PE的路由器会用BGP的AS号设置成Tucket Tucket对吧 而PE路由器将不会再把打上Tucket重复不回去 是什么时候肯定的事 不是这种原因 感谢观看 看他这五个描述 这个才是真正的 刚才是出现问题的情况 这张图是出现问题的情况 他什么意思呢 外部的路由传统不到这个OSPF 这个OSPF在收到这个外部路由之后 会传给这台路由器 对吧 那这个路由器会继续传到这个另外一个OSPF区域 另外一个OSPF区域收到之后 他又会把这样的路由又重复布进BGP通道 也就是说外部来的路由也会一样 会回传回去 所以说如果用TakiT来做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动作 看第一步 一个外部的路由被重复布 对吧 进入SPF区域0吧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在这里 外部路由进来 外部总有自己的AS号的吧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AS号是65106吧 第二步 这个外部的OSPF的路由器 要设置一个Dumbit Set 要做一个Dumbit的设置 因为Dumbit way 你会理解 如果是内部的路由 他一定会去设Dumbit 对不对 那只要进来一条路由 他发现不管你是外部还是内部 他都要先设一个Dumbit 然后同时也会把一个Tag位打上 这个时候因为是外部的 他要多一个位叫Tag位吧 明白为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这样的路由进来 他同时要避免这个路由再回传给我的这个OSPF 也要去避免这个路由再回传到这个AS吧 Bit way会清除掉 第四位 他说这个路由被传递 with这个 就是说会带着这样一个Tag会被传递 第五个 当这个Tag的这个被匹配到这个AS的Number 然后这个重工步就会被阻止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鞋带着这样一个Tag位 如果在发生重工步的时候 他会看这个Tag位 Tag位如果有65106的话 他就不发生重工步 就这样一种情况 对吧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两个防环的具体到底是怎么玩的 看一下 看下啊到底是怎么玩的 首先有两个 首先这两个东西都是自动的 OSPF是自动去做的 他自己去做 不需要你管 对吧 不需要去你管的 所以我们听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个叫Dumbbeat 第二个叫Tag 是吧 OK Dumbbeat是用来做 预间路由的方法 好了 Tag是用来做 预外路由的方法 两个区别 让大家画个简单的图 方便就是怎么玩的 首先 中间这一块 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 NPL是火干区域 这个理解为 区域零吧 是吧 OK 那 这个下面 区域一 这个下面 区域二 OK 那什么情况下会用到防缓 就是因为 可能 这边有两个PE 对吧 一个PE的情况下 是不会出现缓络的吧 对不对 有两个PE的情况会出现缓络 所以呢 如果是第一个 用Dumbbeat 为来做的话 那如果说我这个 区域一当中的某一条路由 通过这边的一个PE 传递给他 传递给他 这样的情况 好 通过这个PE过来之后 又又又回传回去 然后又通过这个PE又回又重复部回来了吧 对不对 所以Dumbbeat是用来做这样的防缓 具体是怎么防缓的 也类似于打上一个Tag 也是类似于打上了一个Tag 明白这意思吗 对不对 也就是 其实就是对这条路由打上一个属于自己的Tag 如果再重复部回来 他Tag就不会 他这个就就不会再重复部了 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呃是 是这种情况 现在 我现在有一个外部 这种不同的颜色是我的外部 假设是IS number是100 IS号吧 他在被 放进这个BGB通道的时候 被放进BGB通道 来传递的话 那区域一和区域二 有可能都会收到这样的路由吧 明白为什么 放进BGB通道之后 就开始对这条路由打上一个叫Tag位 这条路由就会写在Tag是100 明白吧 那这条路由有可能会被传递进去 也可能通过这个PE传递到区域二吧 那这条路由通过第一个PE传递到区域二的时候 有可能再回传回来吧 也就是对这种域外路由 像这种情况 这个路由器就不会再把打上了Tag是100的路由 再重复不进这个BGB通道 就不会再重复不进来 明白吗 就从这个进来的 就不会到这个重复不出去了 这是第二个情况 就是做域外的 像这种外部路由进OSBF区域之后 有两个PE的情况的一个防控机制 一个是打上Tag 一个是打上Dumbit 我们看到这两个位 我们现在这个图当中应该就属于刚才的 应该就是 其实就可以理解 我们来看R7的环回口 R7的环回口可以通过NPBGP 传递到我的R1这个PE吧 对不对 通过传给这个R1这个PE 这个R1这个PE就不会再从R4从我们出去吧 我们来看当比特位 是在哪看的啊 啥掌掌啊 嗯 QIP QIP BGP VPV4 呃 77.1.1.1 VPV4 0.1.1.1.2.1.1.3.1 啊,在哪看的?忘记了 我们看一下啊,那个没有录啊 嗯,我们再看这个,首先我们来看downbit位 downbit位应该在什么地方 应该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我的downbit位 它是一个区域,一个 多少比多少的这个形式来表示的 看一下啊,我的R8上 在区域1 所以0.0.0.1 看到了不?然后R6上 是在区域2,0.0.0.2 对啊,R1上 是在区域0,所以0.0.0.0 OK,这是downbit位,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而,呃,tag位是在哪里 tag位是在这里,叫Domai ID,对吧,Domai ID他直接决定了,我应该用 三类LC还是用五类的LC 这个,因为现在我的区域当中 没有外部路由,就是三个区域 区域1,区2,区0,对吧 所以他downbit位都是一样,而他这个tag位 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是以三类的LC 呈现的,如果我现在把 现在做个试验啊,现在我把 R6上的 77.1.1.1的 当DomaiID 改掉,那他在其他区域上 应该是以五类LC 呈现的啊 听到我意思吧 对不对,这个位,这个位只有 在你外部路由进来的时候 才会不一样,内部路由都是一样的 所以是不是就可以理解 如果都是一样的,就是以三类呈现的 如果都是不一样 那就应该以五类呈现吧 那他可以这个位 是可以手动去改的 可以手动去把它改掉 明白我意思吧 OK,那我如果说现在是都一样的 我把77.1.1.1 DomaiID的这个位,tag位改掉 那他在其他的路由器上 就应该以五类LC呈现吧 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吧 所以现在我们在没有改之前 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QIP root OSPF 77是以三类呈现的吧 OK,那我们来改 我们在R26上改 这个,这个刚才有一个命令 说通过什么命令来改 叫OSPF SourcePosID 就是OSPF多少吗 应该在R26上改 应该在R26上改 BGP200 让我们看看啊 是不是在这里改 OSPF 应该在R26上改 IPV4 VRF VP-A OSPF 那 应该在什么地方改 命令是这个吧 哦,Redistribute 不对 With Redistribute router between OSPF domain With Redistribute OSPF SourcePosID tag value command 哦,应该叫DomadID吧 应该是 一下 接口吧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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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哪改的 是在这里改 是在OSPF的进程下啊 找半天才找到 OSPF2 VRF 在VPN-A下面去改 还有两个 一个叫DomainID 一个叫DomainTag 我们先看DomainID是什么 DomainID后面有一个叫OSPFDomainID in IP Address Format 这个是改的我们的Domainbit 就这个呗 这个 我们来试试看啊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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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再来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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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的DomainID 我在R6上改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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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再来看一下 修IPDGP 装REF4 IP EPMV reads POP7 ifier imi pv4 inal branch SSPade 这id items その名叫 没清到吗? Clear IP BGP 新号Soft 再看一眼 改成零了对不对 那我们换一个路由看,我们看22.1.1.1 这个独卖ID 好,我们把它改成零之后,我们去27上看现象 虚IP root 有变化 OK 我再把它画面过来 27上 27上你发现现在都是几类啊 五类吧 不应该是五类吧 OK 把这个独卖ID再去掉 OK 再来去27上看 三类吧 所以这个独卖ID 我本来应该是0.0.0.2吧 但是我改成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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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它就变成了这个外部五类的LC 本来是因为三类呈现,现在是五类呈现 这个独卖ID我改了看不出效果 啊 独卖ID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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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它说是以什么形式呈现来的 它说 OSPF独卖ID in IP address format 是以IP的形式吧 对吧 没有独卖ID 好,type OSPF独卖ID Type in 哦 Type 换一个格式 哦 它是刚才是这里吧 0.0.0.5吧 我把它改一下 0.1 0.5 Value 是16精神的表示吧 要求你去写这个 OSPF独卖ID Value in Jet 没办啊 没办啊 好 再看一眼 哇,一样又是一样的吧 又变成5类了吧 5类的LC吧 OK 不管你怎么改 你可以用简单的IP介绍的方式去改 但是我们来看 修IPVPVPVS2 77.1.1.7 我看这个是不是不对啊 我应该看哪条路由啊 我应该看R2吧 R2也没有变啊 看啊 这DMAID也是没有变的 LX00000还是R2 还是这个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有影响了 DMAID 我是这么改的 我在R6上的改动应该是 这个吧 我这么改的吧 对 Type 0105 0105也没有啊 Type 应该不是这个啊 嗯 010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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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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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而且一个tag,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他都是自己去完成的 自己去帮你去做到 这个不像这个要加PGP 他们要手动去做 但是OSBF是你不能管的 直接他帮你去手动完成了防防机制 OK,这个一个不重要的问题 我们聊了很久 好,我们继续看 接下来看OSBF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一定要懂的 叫shamerlink 叫shamerlink 我先讲一下他的一个应用场景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他的应用场景 shamerlink应用场景 假设有两个有一个公司 他总部 他分两个地方啊 这个是总部 这个是分支 对吧 这个是总部的路由器 这是分支的路由器 OK 啊,再找钱我们要去做这个总部和分支之间的关联的话 有些有钱的公司他们怎么做的 直接去拉一根 如果我光纤 或者说直接去拉一个钻线 这是钻线 能理解吗 拉了一个钻线 假设只有两兆 对吧 这个这个钻线不是供你来上网的 是供你这个分布的数据 要同步到同步的服务器上吧 对不对 所以说他早前拉个两兆的关签 应该还能理解的了 OK 明白的意思吧 好,现在随着业务的发展 随着业务的发展 他现在去拉了一条MPIRS专线 MPIRS VPN的一个专线 这个就是找这个ISP去买的吧 虽然是走的公网的ISP 但是你能够买你需要的这个服务质量 你想买10兆 运营商就肯定给你的是10兆 不用想明白吧 对不对 他跟我们的这个正常上网代官不一样的 你去买了多少钱 他就是多少兆 对吧 而且完全是给你预留的 所以说接下来我花了一点钱 觉得业务的发展 花了一点钱 我在ISP买了一个10兆的贷款 10兆的MPIRS的这个VPN专线 这也是专线啊 没理解吧 OK 好,那我内部的网络是这样设计的 我内部的网络是这样设计的 我在没拉专线之前 我是这样跑的 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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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这个专线这边 我都运行在区域1 听到我意思吧 都运行在区域1 OK 那 然后这一块身后有可能还有其他路由器 还有其他路由器 那这些路由器呢 假设是这么连的 这些路由器是运行在其他区域 假设是区域2 明白 听到我意思吧 OK 那我现在拉了专线之后 我现在这个专线拉好了 吧 我内部有一台PC 要去访问 我这下面有一台PC PC2 现在我问你PC1去访问PC2 他到底是走我原来的两道专线 还是去走上面的N条手维边 能理解吗 嗯 PC1去访问PC2 是走上面专线呢 还是走我的这个 呃 还是走我的这个 两兆的这个原来的老的专线 是走高带宽的还是走低带宽的 现在 这个应该能给我答案的 走什么 嗯 又不知道吗 这肯定知道的 肯定走下面 为什么呢 他肯定走低带宽的 不用想的 就算你上面是100兆也没有用 因为 在OSPF当中 同一个区域吧 对 同一个区域 都在一个区域是没得选的 肯定是 在一个区域要比说 跨区域去强 要来的优先吧 在一个区域里面的路由 他有路由啊路由啊 在OSPF当中 路由他一定会 又选择在本区域的 这样一个路径 他们属于同一个区域一类的LC 就能交互吧 一类LC交互 一类LC是优于三类啊 五类啊这些路由的 听懂我意思吧 对不对 所以说他肯定会选一类的LC去 那这个时候 所有的数据都说走低速贷款 而我上面拉的10兆 根本就没有用吧 明白我意思吗 嗯 懂我意思吧 所以呢 你看我们能不能做到这样一个技术 让这样的一个路由都走高速贷款 都去走高速贷款 然后高速贷款挂了之后 低速贷款再来做备份 像这种情况 就可以让高速贷款主要走 然后低速高速挂了之后 低速的钻线能发挥作用吧 因为这种线是你拉的钻线 你完全你是可以去配置说 我远端的路由器跟我这边是在同一个区域的 明白我意思吗 嗯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 高速贷款主用挂了之后 低速贷款费用 知道吗 OK那在我们这个图当中 我们也可以这么做 我们假设 R1是我总部的PE R4是我分部的PE 2和9之间拉了一个低速贷款 听懂我意思吗 假设拉了一个低速贷款 这是一条钻线啊 而且呢 那我又从1和4当中到运营商买了一个MPR4VP 看到了吗 我1和4之间是不是要做MPR4VP 假设我刚才不是已经做好了吗 对不对 我已经做了MPR4VP 而 我只要把这边的这个链路模拟成低速带宽 我把带宽改小就行了 没错吧 那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个应用场景是一模一样的吧 我们把这个链路带宽改小 然后上面MPR4VP也已经做好了 明白吧 那我们来看R9的黄红口去往R2的黄红口去往R9的黄红口是从上面走的还是从下面走啊 对不对 OK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价格 我把这个DOMAID该改的先改掉啊 正常了对吧 OK正常了之后 我们来把2和9之间模拟低速链路 这个低速链路怎么怎么模拟啊 如果你们 呃 在搭图的时候 中间直接拉一根串线串口线就行了 对不对 但是不拉串口线也可以把它模拟成低速链路 直接改它BANDWISE 对吧 我把BANDWISE改成512 明白吧 R9也把BANDWISE改成512 这就模拟中间低速链路了吧 OK 模拟低速链路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和4的VP已经做好了吧 我们来看一眼啊 修IPVPV4 哦 SUMMARY 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对不对 就相当于已经申请了这样一条VP专线 OK 那 我们去考虑 啊 这个时候 修IPROAD 9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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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走上面高速带宽吗 肯定不是的 因为 在一个区域 它肯定会选一个区域的路径吧 下一下就把29.1.1.9 是不是直接丢给29 就去了 听懂的 是吧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做一样 做一样一个 做什么样的一个技术 能够让29 R2啊 虽然从外面绕 但是上面的链路带宽 要比下面的高吧 对不对 不要让它从MPOS的VP走 到达29的返回口 如果上面挂了 那下面这条链线发挥作用 能听懂的意思吧 OK 好 那这个技术就叫Shamberlink 这个肯定考的 这个在4.0是B考内容 5.0现在还没有考 但是这个技术是一定要掌握的 叫Shamberlink 在MPOS加工当中应用场景还是可以的啊 好 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好 接下来就要开始讨论 我们的Shamberlink应该怎么做 看啊 它的配置很简单 但是它的过程比较复杂 OK 我们还是不要看 我们直接来做 嗯 现在最简单的就是应该在1和4之间要打一个虚拟隧道 我们学OSPF之间学了一个虚拟隧道 叫Virtuallink吧 对不对 Virtuallink是用来做解决不规则的OSPF区域吧 对不对 对不对 在设计的时候OSPF区域说好像所有的区域没有都包在区域上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Virtuallink来把这个区域打通吧 对不对 现在我们给大家讲的是叫Shamberlink 也是一个虚拟隧道技术 在1和4之间打一条Shamberlink 让R2觉得要从这个Shamberlink走 这样的话就会从上面走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就是来做这个Shamberlink 看一下啊 怎么来做 首先 我们做隧道一定要有路由可拿 对不对 路由可拿就跟做Tunnel一样 TunnelSource是什么 Tunnel目标是什么 这样才能做建隧道吧 没错 所以为了建这个隧道 我们应该在R1上要新建一个 这个还回口 这个还回口 这个还回口就专门用来做Shamberlink隧道 建这个隧道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新建一个还回口 这个还回口的名字 叫做IP Address OK 100点 Into 100 1 1 2 5 5 5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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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一定要是32位的 第一个注意点 Sherberlink的环境接口一定是32位的 第二个注意点 这个接口一定要被放到某一个VRF里面 我现在在解决这个VRF VPNA这个企业里面的Sherberlink吧 因为每个企业可能都做自己的Sherberlink吧 所以说你对每个企业去做Sherberlink这样一个IP 应该要专属于每一个 IPVRF forwarding VPN-A 这是第二个注意点 Sherberlink的接口一定要放进某一个VRF 明白吗 两个注意点 一个是32位 一个要放进某一个VRF 没问题吧 OK 明白明白吧 同样的 我们在R4上也要去建立这个Sherberlink Interface Interface loopback1 IP IDVF forwarding VPN-A IP address就用200.1.1.1.255.255.255 对吧 一个100一个200嘛 能看到吗 好 第三个 第三个注意点 这两个既然要做Sherberlink路由一定要能够传到对方吧 所以接下来要把这两条路由宣告进 一定要宣告进 宣告进哪里才能传到对方去啊 把这个路由宣告到哪里去 BGP肯定是宣告进BGP不能宣告进VIF 所以这是第三个注意点 所以这是第三个注意点 一定要宣告进 一定要宣告进 必须是宣告到BGP不能被OSPF通告 听懂吧 OK 那你必须是通过BGP传过去 应该怎么传呢 在R1上 root BGP 200 在address family IPV4 VIF VPN-A 一定在这个下面去 不是BGP全局啊 BGP下面这个VIF Lightwalk什么呢 Lightwalk 我R1上的 100.1.1.1 Mask 255.255.255.255 看得懂吧 这个路由应该被宣告了之后 在R4上就可以看到了 在哪里看 QIP BGP VP V4 能够看到100 知道了呗 你也可以去QIP root BIF VP-A 也能够看到100的路由 看到了呗 而且这个路由一定是打B的 因为我是通过BGP通道传过来的 而且不是公网的BGP通道 而是VRF的BGP通道 听懂吧 我在R1上在哪里宣告的 我在BGP的全局的一个VRF的进程下面 去宣告这样一个地址 不是在BGP公 不是在这个BGP下面直接宣告的 是在VRF下面宣告的 看明白了吧 同样的R4也是这么做 BGP 200 AdressFamily IPV4 VIF VP-A Network 200-11-1 Mask 2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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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QIPROAD VIF VP-A 200 是不是过来了 OK 要保证建这个shamerlink的这个路由一定要是OK的 那接下来就可以去做shamerlink OK 接下来 好 第四个注意点 接下来开始做shamerlink 是不是第四个吧 第四个还是第三个 你记得几个注意点 32 VRF 还有这个BGP通报 是第四个吧 好 第四个做shamerlink 因为shamerlink这个技术是属于OSPF的 所以一定是在OSPF技能下 这里容易很容易把它搞哄啊 到底什么时候在 在OSPF下做什么时候在BGP下做 因为shamerlink是OSPF技术 所以接下来 顺顺的开始做shamerlink 在OSPF2 VRF vpn-a 所有的操作都在VRF下做 懂了吧 好 开始去做叫shamerlink 叫区域 跟做这个vitrolink一样 里面得写一个区域 对吧 这个时候我应该穿越的是什么区域呢 区域0还是区域1啊 就可以写vitrolink vitrolink 我们在建这个隧道的时候 中间要穿越哪个区域 他要写一个区域吧 对不对 穿越一个什么区域 然后干嘛干嘛干嘛 这个shamerlink应该穿越什么区域啊 这下面也是区域0 上面也是区域0吧 那我问你如果下面是区域1 上面 上面MPLS本身就是超级骨干区域0 对不对 这个是没办法改的 如果下面我改成区域1的话 这里写1还是写0啊 写1还是写0 好 这里我肯定写0 这里毫无商量 因为没有其他区域了 就算MPLS骨干区域是0 下面这个2和9之间我也放在区域0里面吧 对这里我肯定写0 一会大家去做实验的时候 把下面改成区域1 去帮我确定一下这个区域 应该写0还是1 明白吧 到底是写穿越的 还是写我身后的这个区域ID 好 这是一个大家要验证的 接下来 开始去做shamerlink吧 这才是shamerlink关键字 好了 是IP 关联的shamerlink source sauce是谁呢 sauce就是我100点1点1点1 刚才说要宣告的嘛 然后shamerlink目标200点1点1点1 看到呗 同样的在R4上也是这么做 rote osf2 vrf vp-a 区域0 shamerlink100点sauce是200点1点1点1 目标是100点1点1 看有没有起来 起来了吧 一核子邻居起来了吧 我们来看一眼 现在osbf邻居关系啊 hyp ospfneighbor 是不是有一条是专门做的shamerlink啊 你看后面配置就看到了 osbf的sl vitrolink是vl吧 叫vitrolink 这个是shamerlink 看到吧 好这时候邻居就起来了吧 邻居就起来了 邻居就起来了 ok邻居就起来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去R9上看一下 变了吧 R2上去往9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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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选择是从12.1.1.1上去 从上面走吧 能理解吗 啊 啊 而且上面的链路如果挂掉了 它肯定能切下来 因为动态路由于它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啊 上面的ampel是挂掉之后 它肯定会选择从二绝走的 听懂我意思吗 啊 现在已经从上面走了 因为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这就是shamerlink 这个就是shamerlink ok 这就是shamerlink啊 为什么我做了shamerlink 这样一个虚拟隧道 它就从上面走了 因为它认为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shamerlink cost 它现在的metric多少 22吧 它原来的metric多少 196吧 少了多少 174是吧 对174啊 我们来看这个R1上的shamerlink 修IPOSPF interface OSPF interface 它有专门的接口 这是什么来呢 S S 没有S啊 它是一个点到点类型的对不对 然后这个接口的metric应该被认为是非常多的 还是非常大的 还是非常大的 可以理解为是1啊 cost 看到没 cost是1吧 明白我意思吗 啊 而下面我改了512 它cost多少 PYP OSPF interface OSPF interface OSPF interface 0-1 这个cost是195吧 它太远吧 对不对 OK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 低速链路的带宽的OSPF cost 肯定会很大 shamerlink做完之后 它理解为 就是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cost是1的 p2p的 这样一种OSPF的网络类型的cost 应该是非常优先的 明白了吗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shamerlink 谢谢大家 三个里面 大一位 sacr在 Fridays 中文字幕——YK